大家看看27題 27題就是有個三角形ABC給了3個B point PQR的指標給了大家 現在要找個Length就是PC的長度 這個題目都相當難的 又要牽涉到Centroid 所以大家麻煩大家去看熟一點這條影片 我隨便畫個三角形ABC 對應一個B point P QR 給了這三點PQR的指標 Centroid其實就是三條Median 雙交的指標 有個計法就是XA加XB加XC除3 Y那裡一樣,不抄了 可以嗎?把三點指標加上除3 但是這次它不是給你這三點 它是給你Mid Point 那怎麼辦呢? 其實都可以幫到的 我們知道XA加XB除2就等於3 即是P那個位 如此類推 這個除2就會等於6 最後這兩個除2就等於12 那變相就告訴你 把這三個調色加上 就會計到原來XA加XB加XC就是21 21除3 同時Y那個就加上除3 就會是12除3 所以計到Centroid的位置 原來就是74 Centroid的位置在這裏 就是74 行不行? 3條Median雙交在這個位置 就是74 好了,我把PC連起來 現在要計長度就是PC 我們知道P的指標 30 知道Centroid剛剛計算了 好了,74 那接著學生就問 咦?那怎樣計算那個比例呢? 怎樣計算那個PC出來呢? 那這裏大家 初中的時候應該聽過的 Centroid的比例 剛剛好Centroid離開P 和Centroid離開C 那個長度比例一定是1比2 1比2 那就是說 我們計算到P和Centroid Centroid你叫K 計算到KP的距離 用距離公式去計算 就會是4的2次 加4的2次 即是開方32 好了,計算到這個距離 乘3就是答案了 所以PC呢 就會是3乘開方32 答案就是D 希望大家技術Sentroid 在座標上的計算 加上要懂得1比2的關係 那就懂得處理這條問題 現在是4分前一個 相對現在是3分前一個 是3分前一個 讓您再擁有 6分前一個 請呈充